如果是相對位置的寫法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改呢 上面這個公式啊 你也可以把它複製 取消之後有沒有 再把它切到你這個句集這邊 把它怎麼樣 把它貼上 這樣子寫法 跟剛剛的寫法都相容 都相容 OK 可是哪一種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當然這個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你說看這個 說真的我剛才也看了半天 真的最後還是決定放棄 因為你說你看這邊算 正的 後面這個數字如果是 負的就是向左 正的是向右 那如果R的話是 正的是向下 負的是向上 你光每次都要算一次喔 你就頭昏了 那如果你用預設的這種公式的話 會簡單許多啦 前面的話它是用一個 Active Sale 這個用ActiveSale 來抓到它現在游標放的位置 特別是沒有加S ActiveSale 其實這個也蠻好用的喔 後面的話加一個什麼 Formula R1 C1 記得喔如果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你原來的方式 你就不要加R1 C1 你就留Formula就可以了 甚至喔我試過啦 你連Formula都不加也沒關係 這個就是我平常寫的方法 那最早我是有加一個 點Formula 後來我發現把點Formula拿掉 好像也可以執行的OK 所以後來我想說 與其多寫 倒不如少寫就算了 反正結果都一樣 所以為什麼我Sale裡面直接可以丟公式 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有很多可以簡化了 這個錄下來的東西 其實我想各位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雲端上面喔 我已經有幫各位做一些簡單的註解 當然這個註解喔 你也不見得完全要跟我一模一樣 你可以自己寫一些 你可能比較看得懂的東西 那你可以寫圖文並貌也OK啦 反正都寫給你自己看的 那這裡的話呢 錄完之後呢 最後呢 你就可以怎麼樣 比如改完之後 假設我這邊 把剛剛的東西也全部修改完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一樣再加上什麼 假設我這邊喔 也改成我 假設通通改過 OK好 那我全部改完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 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的Sub名稱叫計算乘7 那我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在我的那個 這邊喔 統計這邊 再插入一個什麼 按鈕 這邊的話拉一個按鈕 就是什麼 計算乘7的 那實際上改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當你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當然喔 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剛剛的動作 重新再做過一遍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假如重新把它刪掉 按計算成績 有沒有 它全部就會 幫你再跑一遍 那當然每次都要手動刪除喔 麻煩 所以後來呢 我會在旁邊加一個什麼 比如說那個清除喔 的功能 那清除就是 一行程式啦 Range C3 冒號 到區域12 點 Click Contents 就好了 一行就搞定了 按下去就清除掉了 那清除之後的話 就可以繼續按 它自動又把你的前面成績 假如有變更的話 那你又可以把新的成績又帶過來 大概是這樣喔 不過呢喔 當然錄下來的東西基本上 會非常冗長啦 有些這些東西啊 有沒有辦法把它全部改寫成 我們前面教的 其實這邊的話 基本上大概就 跑個回圈 一個回圈 就可以全部帶過來了 那你這邊可以試試看好了 其實可以把它稍微改寫 改個 因為聚集錄下來 其實沒什麼效率 不過你可以 可以的話啦 自己慢慢動手 把它做一個修改 讓它更精簡喔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 如何錄製去期喔 那你工作上面 其實也可以很多地方 可以錄下來 當然你不要一下 錄那麼多也沒關係 你可以錄個幾個動作 慢慢慢慢累積之後 你就知道 喔原來錄下來的東西 是這些東西 那將來呢 如果你要用的話 當然你可以直接把它 跟VVA做結合使用 齁